我叫乔征,是北京铁路局石家庄客运段高铁一队的列车长 我职称担当的北京西到广州南高69次列车 我在这条线上工作已经四年了 它途中经过了很多城市 比如说河北省会石家庄,河南的省会郑州,包括武汉 我职称的这个北京西到广州南高69,然后折返回来是广州南到北京西高66次列车 那这趟车在咱们全国疫情期间一直运行 我们要路过图经武汉 我们所有职称这趟列车的工作人员因为也担心,然后不敢回家 基本上选择一个能独自住宿的一个地方 基本上就是都是自我隔离的状态 在此,请允许我向你们真诚地说一声,谢谢! 高六六次全体工作人员向奋战在一线的抗议英雄们致敬,敬礼! 很多医务工作者都眼含泪水,也很感谢我们对他们工作的一个反响,一个回馈 也是我的目的,我就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全国人民对他们的一个感恩之情 因为我们在抗议初期是春运,今年的春运跟老年非常的不一样 就是列车空碰入眼,就几乎没有人,那今年的春运我们就是感觉到所有人都被困在家中 就直到那个各大学校,大学生们恢复了这个正常的这个上学的这个,咱们这个列车才高铁这个客流才基本恢复正常 我也担当过北京去到武汉的高铁,对,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需要在武汉过夜 然后经常会吃一些武汉的早点,然后就觉得很美味 然后其实为了去武汉看樱花,然后包括也去了东湖,然后黄鹤楼 那武汉长江大桥也是咱们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 希望有机会武汉恢复之后,还是想再去一次,因为武汉真的很美 虽然客流大了,对我们来说可能工作量会增加,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的,就是觉得能够感受到我们国家的繁华繁盛 因为这个大家都可以放心出行,我觉得那我们这个抗议的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 在世纪,所以,我觉得很 посмотреть,人们可能会不会不幸的 所以,我们现在有个 packed演户